教会虽然有攻击 我们还是要幸福对不对 教会面临一个 非常奇怪的时代 你们非常感谢上帝 让我们可以有机会 可以勇敢的 站起来对他做这一战 因为很久很久 教会的心中没有批准 我们只会逼迫的家我们很少被逼迫 所以我们已经忘记 被逼迫是什么之类的 很多的时间 我们可以很自由自在的 把我们所信仰的真理说出来 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去传福音 可是我们看见 很多的教会不会去传福音 我觉得 今天我们的经历 其实也有上帝的想法 上帝让我们 深深的体会这一事 原来 要把真理讲出来 居然还不那么容易 你就知道 从前我们要好好的 传福音 传上帝的真理 是多么的推荐上帝 但是 叶苏之路的教会 也不要担心 因为 因为 我们有压力 我们甚至有逼迫 都不是坏事 我们不要忘记 在出席教会 教会最兴旺的时代 也就是他们被逼迫 最厉害的时代 我们为了要宣告上帝的真理 对人家恰恰 对人家白眼 这有什么了不起 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 人家的基督徒要传福音 他们都要冒生物的为神 他们都不怕 我们稍微 不如意一下 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非常的感谢 让我们可以 其实是为了真理的违路 受一点逼迫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的极大的祝福 谢谢你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